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5月7日 这是今天第一场读报的夜空节目 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一些新的消息 新华社今天头本头条 都是报道习近平的外访欧洲的情况 网上很多的报道,连篇雷多 等到下一场了,给大家介绍外访的一些文章 现在来看看最主要是国内新闻 国内新闻呢,大纪元的新闻网 今天有个小视频,看了以后超震撼 也就是长存的两个,好像是两个兄弟俩吧 或者是两个普通老百姓,男性啊 给这个城管磕头,就街头小商小贩 先是磕头,后来站起来那个动作 神态给我感觉很生气 要那个咒这些城管 这个现场那个画面显示就是老百姓的街头卖东西啊 城管就是驱赶他们 但是还没看到就是双方打架着的场情景啊 给他磕头是不是一边磕一个喊 爹你就是爹呀,让老百姓活吧 这就是最后的大喊啊 就社会矛盾呢,就到了临界点啊 以前我去过长存,我去过吉林 以前很少这种情况啊,也有 但是不像现在矛盾这么深 我要讲的什么,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事件 就是老百姓非常愤怒 你看习近平现在还在那 发过啊,穷得色啊 昨天给大家看了这个彭丽媛 呃,穿这件白色的飘飘欲仙的服装 你就像这件服装 咱先不讲,昨天讲的他不得体 那服装根本都是不应该在这个场面穿穿的 对吧 就这个服装的价值 这件多少钱 解决多少个这样的穷苦老百姓的生活啊 对不对 他根本无视底层老百姓的疾苦啊 现在中国经济非常糟糕啊 但是你看那个新华社 这个它分成两部分 上部分是讲访欧的道道 下部分才是五一假期 在经济,国内经济啊 五一假期看中国经济回升 现好才是 没有现好 经济就是在这个挣扎 现在肯定是经济是很大的问题的啊 因为今天也出台了一些政策 你包括什么呢 向法国等欧洲这些国家免签证 这都是为了应对西平外访啊 但是他对免签证他没有像没有双向免的 你应该是中国老百姓到法国等欧洲这些国家也免签证 那可能就好多了 你只单方面那他来 中国干什么 来中国根本没有生意可做啊 在中国就来到中国以后 你想一想中国现在目前到处抓间谍特务 底层老百姓又这么苦 社会矛盲矛盾很简单很容易出事啊 社会这个突发事件一个阶段 也突发事件今天早上又看到一期啊 这是疯狂网报告的啊 云南至二十二十一上又一个博富社会 就是类似我刚才讲的哥俩先给你磕头 磕完头以后也看也没有生活的来源 没有希望 人给你磕头是希望活着 对吧 你磕头你这不帮忙 他整人家的话 那人就笑你了 你笑不了你 你撑过来就可能报复社会 这都是他们逼的啊 我是举个例子 你看今天 这个书上网报道的 这场面很像人啊 你看这人抓了啊 抓了又抓了一个 无差别的 无差别的啊 报复社会的 这样的一位 这场面经过马赛克遮挡了啊 因为太残忍了 我不是赞成这个世界 我只告诉你们 有这些 有这起公共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社会原因是什么啊 5月7号11点37分 他是当场抓后了啊 他只叫镇雄县 恒南医院 发生一起吃到 刑凶案件 造成粮死 21个人受伤 经查犯罪嫌疑人西 镇海县 叫婆基镇 男性公务 目前伤者在接受治疗 具体原因呢 正在争办 具体原因肯定就是 要这个需要官方来公布的 一定是这样啊 肯定是他将来告诉你这个消息不是真相 而是他希望你知道 我猜测啊 肯定是就是 为什么到医院去治病 这边没钱 太穷了 太穷了以后 生活就是 失望到绝望 干脆干他一碗 就像干脆这两个兄弟 为什么强调 强调就是 他的磕头之后 一定要 应该是给他扶起来 相当的解释 就是这个地方不能射点 不要紧 我们给你找个好的点 比这还好 让你活下去 老百姓有这个信心 但是他没有人管制 因为习近平就是榜样 我刚刚不讲 彭丽媛这两天是已经化平了 全是彭丽媛 他长得漂亮 在跑到欧洲这么一得色 穿上这么些 这些奇特的服装 七装一服 每个开放年代叫七装一服 立即媒体都在报道他 今天姚诚有一个文章 彭丽媛热传照片 刚刚得到确认 他讲的就是这件事 彭丽媛上一次有张照片 流传在海网上 就是海外媒体报道 彭丽媛出来视察部队 现在查证腐蚀了 视察哪里呢 位于湖北武汉的海军工程大学 他穿上了旁边站着 穿迷彩服那个少将呢 就是研发福建航 航母弹磁 电磁弹射的马力明 你看出来 但是现在媒体没出到 注意一个关键问题 我讲 他们为什么反复 逢禹员要到湖南湖北呢 于政生背后操控的代表元老 孙志刚当联络员的政变查得搞成功 这才是他到这来抓了一点 当然也是视察 福建号的 为了打台湾 那也是一个建议 等到下一场给大家介绍 这方面的情况 还有 三中全会即将召开 这个 袁洪斌提了一个新的观点 他昨天讲的 我觉得他是有道理的 也就是 今天是看中国网站 报道了一篇长文 一个小视频 就中共的三中全会 到底为什么迟迟不开 袁洪斌透露了消息 他说他是从中共高层得到的 他说其实三中全会召开 发出了一个潜在的警号 这个警示信号 就是十一平当局最终决定 要击中全部的政治经济 统战的能量 推进什么 通美国进行战略决战的基本过程 也准备和美国开战 确实现在说的一切不都备战 就准备打仗了 那么 就等着习近平最终决定 推进这个政策 决战的战场 就是台湾海峡 决战的时间点 在24年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之后的一到三年 我认为恐怕 他想打台湾的话 对他来讲最好的机会 那就是11月大选之前 也许眼下 过了这个机会 他没有什么胜算 就他不过了这个机会 他也没有什么胜算 只是他给他 坏钱更多一点 那至于说 这篇报道 等到下一场再给大家介绍 今天好多新闻 因为今天习近平外访 要报的这个消息 实在是太多了 我要告诉你们 习近平先最担心什么 一个是暗杀 一个是政变 这是主题 暗杀怎么看出来 你看他在法国 他那个喝水的杯 大家注意到了 是吧 很多人都在谈论 就什么呢 他是黑杯带吸管 他自己带的 然后他喝茶的两杯 那个有的是宗教 我之前不讲他的身体状态 就是他身体有脑血管移动 非常严重的疾病 他能不能撑得住三年 都是个问题 这先不去讲的 对外到了法国 他感到危险 在国内他怕政变呢 他怕这个 再发生于这个世界 所以今天最大的协议在这里 你们注意今天 谁判刑 中国连同总经理李伯华受贿 滥用知权 宣判 他的事务 为什么今天判 原因就在这里 就是我不在期间 你别搞事 搞事我抓 你要不相信 你再看下一期 最高人民检察院 被林承兴决定逮捕 就抓了一个人 林承兴是谁 中国烟草 老板 郭企啊 为什么抓他 李克明的底细 为什么判李国华 江泽民的底细 明白了 反对他就是江派李派 还有什么 还有王岐山 你看王岐山底细 今天也抓了 中国工商银行 总行 投资银行 五元副总经理 安利二抓了 搞不好也是 王岐山的女朋友 王岐山年轻时 长得潇洒 是吧 女的都围着他 没啥奇怪 我告诉你 我猜测一点都没错 你要再不相信 你看这个 李国华 是在哪里判 李国华 你去看 在山东 是山东吧 对不对 对 你看 这个 他这个李国华 在山东青岛 送这个发言 在俞正生的脑上 就让俞正生的嫡妻 你们都看着 你们敢挑战我 敢挑我的毛病 先搞政变 抓 是吧 这个表演 习近平就到了欧洲 去走之前精心的安排 是吧 昨天不想他把这个乌云 把乌云的板拔了吗 是吧 柠檬鼓的 其实也是对立派 胡春华的 把胡春华 得罪的人放出来的 这个事情 我是真幸运 找个夫婿跑出来的 他现在坐了一起 我现在找两个一看 最好多坐一坐 让咱们知道 真实的胡春华是怎样的 我不是站在公平台湾拍影 我什么拍也不是 武当武汉 民运派我都没参加过 是不是 我是一个下议论的 我就感兴趣 我对这个感兴趣的盎然 你看今天抓了官员 还有金融监管总局 投诉调节中心 筹备组组长任村省 开这么个部门 为什么抓他 王岐山的底细 王岐山的底细都在金融证券 对吧 这个江泽民的底细呢 连同是吧 移动通信都他的 李克强呢 他大本应是他第一个 是烟草专卖的领导 你看他走之前 你就看他处理这些事 留下这些事 你就知道他现在想着什么 对吧 一个是国内发行走路 再出现那个余生生这样的人 因为他得罪人太多了 忠诚于党的一批老家伙 还想再试一试 所以现在呢 不仍然不能表明 他就是安全的 我告诉你 到了法国呢 在国际社会孤立 是人力共敌 人都想害的 你害怕 连喝水都不敢 你还有 他带着服务员 都男服务员 是吧 那都是警卫 实际上 就警卫 你看他车开的时候 在法国移动的时候 很丢人 还有一些保镖跟着车跑 是吧 那是移动当中 怕别人摆墙 怎么打弹 打不了他 因为他那次防弹扯 是不是啊 就表明他 就确实孤立啊 你再看新华社 今天就第二题 党籍学习教育 加强纪律建设 走好第一方队 这什么意思 就我外访期间 叫抓 你看看 又是讲这个事 这证明他非常恐慌 其实现在这个时候 每天都在讲党籍教育 已经可以了 说又抓了这么多人 树立这么多典型 不行 你看 今天提目是新华社记者 专门发了片子上 讲什么 就讲到这个 拆战党籍 教育这个题啊 还搞了个什么呢 4月27号 在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搞了县委书记研修班 就现在你要当官 你必须忠诚习近平 在这个学习 一个月以上的班次 要把中国共产党 纪律触分条例 作为什么 作为考试指南 考试用的东西 就上了以后 反正就用这个纪律 这是解释 这可以看出他 现在这次外访 也是非常冒涵大的政治风险 你看第三个 第三题 第三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 督察启动 统筹开展 留育和省育 督察 这是讲国务院系统 派人去督察下 他做的工作的办法 就是什么呢 下级 盯着 上级盯着下级 就是靠权力 不是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是老百姓选的领导人 大家自觉的 去为人民服务 你不服务没有选票 他这时候就做给当官看 包括刚刚讲的城管打老百姓 城管这些人都拔起上级 保住这饭碗 上级就想什么 看着漂漂亮亮的城市 是横平树枝 保住应该业务 是不是啊 就是一尘不掩 厉厉说说 看表面文章 老百姓是假 顺务 是贱的 民生方面 今天还有很多新闻 今天看到广西 就在抓流气管 抓的非常激烈的 广西瞎折腾 不管老百姓死 或者洪水 非常厉害 天灾人火 老百姓就在水里泡着 在这挣扎 还有些汽车被水冲走 今天看 还有山洞 刚才不讲山洞 山洞又工厂又爆炸 着火 这个火焰冲天 等等等等 开了好多斤早上 你可以看 恐怖这件事 你可以看民生多么艰难 而西方还在下得瑟 连个老子还在欧洲 有没有可能回不来了 又有一批 原老又哄的 下不来了 这种可能不能排除 是我在这忽悠 因为他现在得瑟人太多了 你看下一题是什么 杭征六号 禀运载火箭 首飞成功 看点解析 因为这个时候他需要转国 为写一些 我的航天的成就 这是 按照新华日重点报道 那么再看下一题 中方对法国等12个国家 免签证 这刚才已经讲到 免那个时间点在哪里 25年12月31号 啥意思 看你法国表现怎么样 是不是 我刚才看了他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主要是讲什么 讲霸易冲突 你看他不提俄乌战争 还是没有什么成果 这次谈 之所以这方面情况 等到下一场 先给大家介绍 其实回声报 标题就概括挺好的 新闻访问巴黎 并没解决中华分歧 这回声报 法国回声报 可有名了 对吧 我们到下一场介绍 你看回到新华社 通往幸福之路 叫匈塞铁路 将为地区发展 带来巨大的轰利 这是村庆一带一路 因为匈牙利是一个 支持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 西平马上要去了 下一站是塞尔维亚 特斯瓦 就是匈牙利 就鹏利元一号 换腹脏 一天一套 是吧 关键件腹脏 能养多少个 在地区磕头的 刚才这个老百姓啊 你看了 中国老百姓真苦啊 当年 怕长存的 老百姓饿死多少 共产党 读过这个政权的时候 不顾着人群死活 你们看过了 看看那些 这个 海内外的住宿啊 一些媒体 现在老百姓 他要磕头 才能求生 磕头也没求生 但是不耽误到穷这个 是不是啊 亮丽的这个皇帝的新作啊 喘着了 到处跑啊 马上下一站 还要到匈牙利去啊 所以他这个媒体报道匈牙利 和中国的友谊啊 还巨大红利 你这个红利就好好的就照顾这底层老百姓吧 我就跟你讲 你要解决不了 最普通老百姓的民生啊 就是治理国家的失败 因为大部分老百姓多大5500万 昨天晚上看到的数字 我不止 六亿人口一个月一千块钱 那不就贫贵人口吗 对不对 你看这里 老百姓收入多少 是不是啊 你看下一题 我国已经建成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医疗这个东西 不在你建这个多数个中心 都是个区域 不是这个 最主要也是政治体制 就什么 这个资源呢 向当官的清晰 你看小县城 那个县委书记县长 你只要当了这个官 那个县城 比如说有十个医院 那医院长都在你这个床头坐着 隔三差五就来了 就刘书记 怎么样 昨天晚上听说你感冒了 我就给这个专家都带来了 这个他都有一些专家 各个医院都有一些高手 是吧 那些人为了霸击的应该都来了 他根本没关心什么普通老百姓看病 这中国最主要的政治体制 你看还有这个考古的 距今3.3万年到2.3万年 早期现代的柳江人化石研究新土核 这是搞考古 考古就是一致的研究 但是习近平秀这东西目的什么 就证明中国应该搞帝王制 就叫中国特色 而帝王制他就是皇帝 他搞这个也不是他 你看 但是有一题还是温暖人心 就这一题 财政部提高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生活补助标准 这是真正的 应该把这个事儿好好抓一抓 是吧 少穿一两件衣服 就一般的衣服穿一穿 搞那么奇特干嘛 省点钱帮帮这些铁链女 那些下跪的老百姓 对不对 你活着一生 光你自己穿得好 别人就应该这么苦 是不是 上帝造人 每个人都公平 尤其是当领导 那不就是 为底层老百姓服务 就在这一点 你应该 肯定胡春华 说西林为什么在乎 还怕胡春华 你胡春华到广东 第一站就在清源调研 因为我在清源带了两次 那里面那颗鞋都在那生产 代工厂是吧 叫华硕鞋有限公司 那老百姓张是台湾人 我老师和他是高尔夫里求友 那段时间我放了以后 我没地方住 我就跑到我老师去 在祈福新村 也到这个清源 我来住两次 我知道那地方 人家胡春华来了以后 就在那调研 那是广东省边最贫困的地方 就确实胡春华 他还是你别说 他只能做点事 你否则西林不能这么 不可能这么在乎 咱们放他一个 他喷他的一个人 出来讲一讲胡春华的事 这很有意思 你可见这个西林 现在毛了 内政外交一片乱局 你看这篇文章 很有意思 就提高了 那就有困难学生读大学 读中学小学读起 就要学习加大 加大你只要是小孩 二十岁以前 十九岁以前 就是你上学的小孩 绝对你放心上学吧 没有钱贷款吗 贷款还不上就减免了 你看很多学生 不就欠十多年 大学也毕业了 也工作 工作收入也不多 就免了就完了 就很减 65岁的老人家什么都有 包括牙医以前是不免费的 现在又开始了 你都不用找到他 到了年龄他能通知你 是不是 所以他这个社会 就是一个为班官服务的 为彭丽尔服务 为贤品服务 不是为中国老百姓 你看这个后边是什么 又找了一个家想敌 又和澳大利亚打起来 你看国防部就傲炒作 所谓中国军机 拦截其舰载机 是达文 怎么回事 就是中国的军机又搞事 在空中又拦截澳大利亚的飞机 这是老问题的 今天封航网也做了一题 也讲这事 就等下一场 他为什么现在谈这个呢 因为习近平外防期间 现在和法国 欧洲 欧洲拉过一些 又开始整这个 欧洲 他就是这样 他拉这个时候 他跟那个人闹矛盾 这样他可以把国内矛盾转移出去 他每天都得搞出点事 才能维持下去 要不人家就要下台了 所以很矛盾 澳大利亚这不刚 黄英贤来过了 是吧 刚对澳大利亚成立也放了 搞了一点点小菜 现在又开始闹矛盾了 这就证明 还是跟美国为首 其他公业国家作对 这个大方向不会改变 你看专题新华 评论 为彩礼减负 给爱情加分 这也是大红油 你想为什么要的彩礼这么多 那不就社会风气不正 一切向前看 另外还有 女方现在也想借这个 结婚改变贫困的命 对啊 找一个大老板的 还送你彩礼多一点 不管人品 你别看给你彩礼多呀 他有钱有事 等结婚你就知道 天天两口在一起过 靠的不是钱 钱只能解决方便的问题 不能代表 带来幸福 我看了好多啊 油 少的 少 大部分越有钱 毛根越深 整天这个家族都 都得没有幸福 我看还不如没有钱 两口的家伐和上班 是吧 有的就是说 离婚了好几次 为了钱 为了人家物质利益 等到结婚以后发现 不如愿 觉得换 有人都换十几个 我曾经见到一个福建的老板 他别人给我介绍 他聊聊天 换了九个老婆 只有两个老婆正在打关子 没打完 历史已经快二十年了 他讲我笑了 我说你这么辛苦 老坏什么 他说 自己都觉得可笑啊 想一想就是 不是大脑不好 就才 其实就是进行 这当然我给你们讲的 这生活当中就特例了 大部分人还是很好的 这里讲的 太阳药板爆发 带来哪些影响 因为现在天象 有些奇异 人们都讲这是一个打在这边 习近平正可以即将灭亡 他听了不舒服 就在给你们讲的 自然天象的规律性问题 也有巴以冲突的事 你看 宜军轰炸拉法 至二十人死亡 关于这个巴以冲突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长相 等到下一场 给大家介绍 另外一些高人的观点 药文聚焦里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 这个知法检查 不用点开题目 你就知道他要搞什么 名堂文化 他要搞帝王制 对不对 他可不是假如 非你们想象那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意思中国就应该是 这个帝王制 他就应该是活 他每天就秀这些东西 什么鼓吹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些时候还赛赛书丹 其实他是个没有文化的人 他对这个中国人文化典籍 所知甚少 他跟毛泽东不一样 因为毛泽东是大学文家 我看有些人不是很了解毛泽东 我说毛泽东时代 过来我不知道吧 以毛泽东是 那个各种现状术 看着呢 一卡车 一马车 我就跟你讲吧 那不是开玩笑的 你看毛泽东讲什么话的 全都是这些典籍 你习近平能行吗 习近平就一个典籍 叫宽艺的 宽艺跑到欧洲去宽艺 他太太宽着我白艺了 你想碎艺 我说那个碎艺 一点都没有错 那个款式不就碎艺款式吗 那个场合不应该穿这个 你看习近平还挺美的 那就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你别看是演员 演员你毕竟是演戏的 你不是真实 我见很多演员 膀色都很低 我就跟你讲吧 那是什么 编剧导演什么这些人 多是个舞台灯光 什么音响 很多人给它虚构出来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不也把我的节目 考虑话里胡哨 因为咱们不是考虑秀的 咱们把脸皱纹 老野婚话 就讲个政治 你整整干嘛 所以有的都是主动的 我今天就给我发了一email 我也没回 不是我傲慢的 我就没有时间 另外我太重视这些东西 就是我给你调调 去给你调调灯光 甚至有的是专业 什么电视台的什么 咱不给人添麻烦 我也没回 我讲的什么 就是实做事实在在 你看下一题 两部门发布聚焦企业 恶意注销窃息等问题 电信案件 你看讲到名声多么简单 就是虚假繁荣 证明现在一到四月份 第一季度 多少企业又注册 增加多少 啥意思 你看这不暴露了吗 有些人呢 这个企业亏损了 欠老百姓的钱 欠员工的钱 一屁股在注销赖账 再借几个钱 腰神一变 说那你赖账以后 你不成老赖了 完了不让你借 三千六顾 其他顾八家一八大一 他找小旧 又注册十个 就干这个名字 这证明这企业不好 要好的话 他怎么能 入销的 害怕的 还不上的 应该干一个企业 就得干好 政府应该帮助他 立立说说 让他有一个 长远打算 结果呢 生不如死 所以这个 这个虚假繁荣啊 你看 这个暴露说来了吗 你看最高法 各级法院审理案件 应参考 人民法院 案例库 这什么意思 就是美国加拿大 就是案例法 就以前怎么判呢 仿造这个 但是人家 美国加拿大 是法治社会 也是独立审判 人家的 案例 典型站得住 中国人是把当官人 一天一个遍 你比如说吧 今天有个人骂习近平判刑了 把判半年 比如说判 没判刑 就拘役吧 拘役七个月 八个月 放了 你等再过一段实验 另个派系上来 先把习近平一抓 那你就是怎么办 还参考这个案例 你看就最苦致了 这就是什么 就是骗人的事 赢了加拿大的 美国 因为他法官 独立的裁决 他自己判的 职业化 那当然 看一看 研究放在哪 哪个典型了 就参考这个 说国务院任典 国家工作人员 你们看出一个 最大的任典 就是一个 郭宁领担任 福州市委书记 他还是福州市市长 今天早上 我看了一眼 就习近平的敌心 你就看 女干部又上了一个 福州是他老曹 昨天不讲到福州 今天坏人了 是不是 坏人上了以免那些 对习近平不利的信息 别传出来 这不是因为我吧 我也没讲多少 其实老李讲的 是一大堆 我就讲了万分之一 因为那个不好查证 是恶闹 咱们的负责 比咱们的记者 不是作假 你看后边 清晨之歌 为了古老敦煌的 清晨之梦 你想想 今天这个 秀这个敦煌 这个敦煌 啥意思 就你想想 李克强 李死前上哪里去了 李死前不就上了敦煌 上了敦煌 然后老板出来 老板现在还喊 总理好 就估计 这些店家二们都汇报给习近平 习近平心理受伤 就想都不是总理了 老板还这么用户 说不定那一瞬间 习近平心中就闪过一个念头 这个人一定得叫他消失 所以啊 接着就整到上海东湖宾馆 然后就游泳死了 是吧 你就想想这些事 你以为都是 东学来风啊 他今天秀这个东西 目的 不是讲什么 青春之约 什么草业 你们都理解错了 这就是要释放一个 像正敌们释放一个信号 我外罚的信息不在下 我告诉你们 要搞事的话 我回去以后 我还想想要收拾你 对不对 你看整个新华社 人民报道今天 我给你分析完 从平安不住是这样的 应对暗杀 应对政变 这就是他现在的主题 是不是 给国家支离症 这个样子了 这是滑稽可笑 那么今天这个新华社 还有好多的消息 比如说这个 我四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 三万两千 三万两千 三二零零八亿美元 各是百千万 三万两千多 就是我的研究宝 别读错 另外我属于 习近平这一个 这一场都是文盲 我对数字忙 你想我第一次考大学 在零分 第二次我考上 23分 我考上大学的时候 而且考第一次元录取了 就是辽宁大学 我要知道 告诉你们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最欠缺生活的话 这个习近平 就是他现在这个穷得色样 我就跟你讲吧 再次整个社会 就是全面的动荡 其实已经动荡了 他这次外方 这个欧洲 其实也解决不了任何 修补不了和欧洲的关系 为什么 这种矛盾 最主要就是政治体制的矛盾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它是所谓 它要搞独裁统治 专制统治 人美国 包括法国 其他工业国 尤其法国 也是自由法来系 对不对 这个矛盾很难解决 所以隐身的一系列问题 也不能解决 今天还有这个 深圳出台政策 规范城中村改建问题 其实都讲到经纪 等到下一场吧 和大家一起分享 更多的报道和评论 谢谢再见